烧肉九州粉 我们的牛鲜在台北中山市买的最便宜 就是这样子的这边来咯 有没有 有 好久不见 不是啊 没有没拍 不好意思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收看 MONDO TVです 今天终于我的烧肉店私营业 我的烧肉店基本上就是九州攻击县的叫做 トゥガラシ 小辣椒 非常好吃的一家烧肉店 我跟他们是算是姐妹店 让我们的店长叫做 Taka以前章鱼上的店长 让他去学习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进来台湾之后 刚好找到非常幸运这个店 然后呢今天很多花 你看 第一个 这个Jerry严正旭 我的好兄弟严正旭 然后我的好兄弟Sean 还有好多好朋友 还有Venny 有送帕 谢谢 这是我的好兄弟台南的 炸七点八八一八的Wizard 谢谢 Right Night Club 台南的夜店 我的台南的最好的兄弟 掃地 这好兄弟 然后这个 Erik 有Koi Koi 就是也是我的好兄弟 Soujo 烧肉Soujo的老板 Souji-san Kambei的老板 Souro 九州粉 是不是很高级的感觉 然后一进来 是不是很大 如果做满的话 40个 大概30到40个人 可以做 然后呢我们的酒也很多种的 我准备了很多就是 Kirin Saki Oleon Sais 有那个一瓶一瓶的 然后呢 我很喜欢就是说 跟大家小杯子 倒一点点啤酒 喝吃烧肉 真的好赞 好这位是我们的店长Taka 你好 你好 你好我叫Taka 那你觉得我们的烧肉店的 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最大的特色 是我们日本胡牛的话 用公鸡牛 对 就比较甜品的口感 对 口味口感 开这家店的我们的目的是 让台湾的朋友们吃到 真正的 昭和时代的烧肉店的味道 我很喜欢就是那个 酱 那个什么是甜点鲜鲜的 然后就是配白饭那一种的 然后就是大火喝啤酒 那我们卖的东西很简单 可是90%我们全部都收工 啊 泡菜是用那个酱薰的 酱薰的泡车 因为酱薰的泡车非常好吃 好 在空气线 空气牛的牛沙 一条多少 你想看看日币 第一条的话大概 也差不多一半吧 对 五六千块 和牛 我们在台湾自然拿到美国跟澳洲的 可是价钱是一倍以上 真的很贵 所以呢 我现在给你们宣布 我们的牛沙在台北中商店 买的最便宜 意思是我没有赚钱 所以请大家多一点喝酒 拜托 还有很多就是有特色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麵都很厉害 那今天就是慢慢介绍 然后 好 其他菜不啰嗦 等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收工的凯威菜 叫做南无鱼 欸 凉拌 凉拌菜啊 然后主要的是这个是豆芽菜 红萝卜 还有小黄瓜 可是呢 每一个气局会变 基本上这个三个是固定的 这个是凯威之后呢 喝个啤酒 等一下吃牛舌泡菜 大锅喝啤酒 好 好现在呢 为什么我们日本人烧肉第一个吃牛舌 也很多人不知道吗 好 我在台湾吃烧肉的第一个点 如果我点牛舌的时候 一到三没有牛舌出来的话 我觉得不认为这个是日本的烧肉点 牛舌是因为是它油脂比较多 好 保护你的胃 第二个牛舌有那个柠檬汁嘛 清爽开胃 所以我们日本人是一个一定要吃牛舌 OK 这是牛舌的根 比较肥 中间 你知道现在台湾的牛舌一夹多少钱吗 两千块台币 然后呢 我现在是跟大家保证 我们这家店 最少是送上去的 卖牛舌最便宜 就是这样子的这边哦 来咯 有没有就这样脆脆的这边 有没有这样 ok 我们的米 超好吃 鸡腹米的大贝烧肉酱 一定很好吃 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还有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葱 它是这个葱呢就是很多有调味料 可以吃大贝猪肉 鸡肉 然后有盐巴的肉都可以 然后最适合是这个牛舌 如果你看电影说 我是看MondoTV来的 这个 免费送给你们 好吃 不是这个人的样子 哪里的牛 哪里的牛 鸡肉 全日本第一的牛 白胖 我要白胖 来咯 好幸福耶 日口即化 日口即化 鸡肉 这个是公鸡肉 肚子的部分 这个比较肚子跟腰的 中间的那个部分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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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氣 一口氣 開動了 美味 剛剛又有點不一樣 就是這個比較 比較軟一點 剛剛是有一點嚼勁 比較沒有那麼飛的 然後這邊這個是有一點 飛 一點 甜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吃 我現在做什麼呢 現在是做那個燙燙麵的肉 因為我們燙燙麵是 70%日本和牛 30%豬肉 然後呢 我燙燙麵是我自己開發的 超級無敵好吃 如果你覺得不好吃 你搞的事 可是啊 你們有沒有拍 不好意思 超好吃 這超級好吃 太好吃了吧 欸 這是 這是我的招牌耶 算了算了 好吃吧 超級好吃 想要吃 要來一下喔 角色超好吃 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